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你买那么多酒给她喝干什么 明知道喝酒伤身体 而且她也控制不住自己 你就不能盼着我妈好吗 你就不能给她 买点好的东西吗 还有 我问你 那个货款一直都没有回来 你就不知道出去催一下吗 你是不是被人家给骗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催不回来的话 我看 梅家的生意 是要被你搞坏了 我饶不了你 大小姐 真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什么呀 我看你这个主事的事 不想干了是不是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 马上 去问这个货款 要么给我要回来 要么你自己看着办 别以为我管不了这事 飞儿 朱主事做事也不容易 你就别怪她了 走吧 你找我什么事儿 咱妈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正好 我妈在厢房 咱们一块儿去吧 好 咱妈 我想请你帮个猫 路易斯小姐 有什么事儿说吧 我想跟你去厨房一起学做中国菜 好啊 旺太太还想让我学做西餐呢 你倒反过来呢 要跟我学习了 其实我们中国菜呀可好吃了 你吃习惯了 你还离不开了呢 所以我也这样觉得 那好吧 跟我来吧 我一定好好教你 等你回家以后啊 你还可以做给你家里人吃呢 她们啊 一定会很高兴的 蒸麻 谢谢你 蒸麻 这是什么 青菜 这花布啊 什么颜色都有 你选一波 你再看看 您再看看 好漂亮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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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儿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对你 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 汪妈妈 路易丝 你这是怎么了 老师 肺盗 有毒的肺盗 别怕啊 别怕 现在安全了 我还是害怕 差点死了 没事了啊 没事了 这里是安全的 在王家不会有事的 我不出门了 我再也不出门了 妈 妈 幸好菲儿发现得早 您可不是生病了 您是中毒了 中毒 什么毒 有解药吗 你先别着急 妈 这些香 您先说谎 不要告诉别人 这是我用牙柏替代的材料 做出来的浴香 您中的毒很轻 解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 我怎么会中毒呢 立伦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可是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中了毒 妈 您也好好回忆一下 好好想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一定要找到家里的凶手 根据路易斯的检测报告 妈中的毒是慢性的 也就是说 您身上的毒素 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 只是 偶尔呢会有一些不舒服 您可能也不太在意 我这就是没在意啊 我这一直以为 妃儿在那儿瞎折腾啊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 是饮食 对了 妈 我暂时啊 只有这些浴香 您赏着点用 以后我再给您送来一些 卢伊斯 你在干吗呢 我坐坐 喝董喝董 是不是太无聊了 是的 你也没法出去 要不这样吧 我教你学中国话 再教你做几道中国的菜 好呀 行 我很喜欢中国菜 好 走 走 这 你说 自从咱们梅家着了火以后 我这满脑子想的都是新宅子 柜上的生意 还有你们俩的婚事 再有就是那个假牙柏的事情 我也没注意这方面呀 这你要说是在饮食上下的毒 这 这 这是咱们梅家自己人哪 飞儿啊 这要不是你拉着我 非要化验的话 妈都不知道自己中毒了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凶手是谁 所以这件事情 最好不要生长出去 对对对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咱们要将计就计啊 我们一起 把这个梅家的黑手 揪出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很渐客 美女 她是你的 开心什么呀 我还不太了解你 哪里知道 you мень人 我是一个好人哪 那也许我是坏人 这个地方很不错啊 来吧 请 中秋啊 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 每年我们都像刚才那样 吃团圆饭 我知道我们吗 还要吃月饼 来吧 以前这个时候 都是可儿陪着我 一到中秋 她就渴唤了 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 听得我都烦了 现在 想听 也听不到 汪嬷嬷 不要伤心 我就是您的女儿 孩子啊 我当然愿意 以后你就是我的干女儿了 但是我今天想了一整天 路易斯 我觉得 应该先送你回上海才好 汪嬷嬷我会很想你的 我也是 老板 您回来了 朱主事呢 朱主事他说出去办点事情 你把大伙之后的账本拿给我看一下 好 小叶 店里面没什么事 朱主事 一切正常 我出去一下啊 待会儿太太回来了之后 你跟她说 我去刘老板那儿一趟 朱主事啊 我去刘老板那儿 他进了一批新的材料 我去看看去 好 早点回来 好嘞 朱主事之前说的 在泰国进的那批原料 货到了吗 没有 那后来进的几批货呢 也没有 你确定都没当吗 确定 如果他们到了 会让我去验货呢 会让我去验货呢 但是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喊我呀 那这几笔大额的支出是什么用途啊 噢 当时朱主事说 这笔款项是用于梅家新宅的建设 主要是用于建设材料和故宫费用 嗯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好 路易四 等这危险过了 你再回来 我给你做西餐 温妈妈 谢谢你这么照顾我 我会给你些信的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好吗 好 好 嗯 路易四 我送你 对 让立伦送你 嗯 走吧 妈 放心吧 你们路上小心啊 放心吧 好 好 好 这个还有这个要记清楚啊 妈 大小姐 老板 我先走了 好 我给你送饭来了 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孝顺了 这结了婚就是不一样啊 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一直都很孝顺的好不好 这些饭菜味道还不错 亲自送给你 我心里边也踏实 你这给我送饭 汪家人知道吗 知道啊 我跟我婆婆说了 是她让我过来的 我真是没白疼你 你才知道啊 来 看一下 看着不错呀 走 吃饭去 来 来 我延不留 最后 散开 是 很多人 我 我 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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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 还是不要干体力活了 给我 没事的 我呀 可没那么娇气 你看 我现在啊 浑身使劲 说起来 真得感谢汪少爷的玉香 你看 用玉香的这段时间啊 我的胸口 几乎都不成了 传说 这玉香还救过一个皇太子的命呢 本来皇太子得了绝症 愣是让这玉香给治好了 是吗 那我可真是太幸运了 来 您还是先把药给喝了 休息一会儿 好 好 好 听你的 我喝药 怎么了 没事吧 来 坐这儿 这兄 怎么回事啊 来 先到床上躺一会儿 好 好 好 我住在半山腰 日出东方 半山腰 江郎山 小心一点儿 方姐姐 没想到你掠食小技 就套出了日本人新基地的线索 没什么 我还真想看看 你浓妆艳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又一副不正经的样子 赶紧找 好 来 咱们去那边看看 小心啊 您好 您想要什么香料 我们店的香料质量好 价格也便宜 哦 我想问一下 这几个 存货还有多少 存货不多了 不过可以进 那多久可以进过来 很快 不过 你得先付一半的定金 哦 好 您慢走 好 您快点 快点 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怎么样 这几天还好吗 到底怎么样 今天真是奇怪 本来前些日子用了玉香 他胸口的疼痛程度也减轻了 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但是刚才 他突然又像以前那样疼了起来 为什么 你们不是一直都在用玉香吗 是啊 我天天都点着 我以为这毒都解了呢 这替代的玉香效果还是有问题 那怎么办啊 我会告诉王少爷 我们再继续想办法 进来 太太 有您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 一定是路易斯吧 果然是他 汪妈妈 我已经顺利 我已经顺利抵达上海回到家中 家里一切都好 我已经带你向爸爸问好 他让我向你表示感谢 汪妈妈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想念你 回家就好 您看看 这 一定得尽快 并且大量地取得毒香原料 好 朱主事啊 您要的这批货 和以前梅季的订单 出入很大 如果按照以前梅季的订单 我们早就为您备好货了 但是现在 我们还要去进货 你看 是不是给我们点时间 再等几天 没问题 您就赶紧的 可是这个 咱们梅季在整个乡都做得那么大 还差这几个钱吗 咱们又是老顾客了 那我抓紧去联系 把货给你备好以后 我让伙计给你送到梅季厢房去 我这些原料啊着急用 你就赶紧订货 到时候货我自己来取 好吧 对了 好 您等等啊 我货标呢都帮你准备好了 好的 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 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好好 回见 不送啊 哎 伤员的毒又发作了 看来替代的玉香 已经不能再有效地 抑制她的毒素了 看来没有真的哑摆 就没有真的玉香 也就不能彻底地解毒 医好她的病 可是真的哑摆在哪儿呢 伤员是怎么说的 伤员也跟我说 要通过气味去寻找牙柏 可是在废墟中 通过气味寻找牙柏并不容易 我认为 牙柏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封住了 几乎不会有味道扩散出来 如果没有真正的牙柏 就做不出真正的玉香 伤员的毒素 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普通的医疗手段 对她体内的毒素 是没有有效地治疗的 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玉香 而且还可以一劳永逸地 对抗日本人的其他毒素 我看 我还是抓紧去找牙柏吧 好的 辛苦你了 立伦 这个位置 是我们放置药品的最佳位置 是整个香都的上风口 如果我们在这里点燃药品 山风就会把药剂的药效 扩散到整个香都 到时候 香都人民 就会收到我送给他们的礼物 抓紧时间 将制作完成的药剂 都运到山洞村坊 等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就可以在山顶点燃药剂 香都 将会大连击感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爷爷 香爷爷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可是我这鼻子啊 都已经闻晕了 稍等等 药就快好了 我想下去走动走动 也是好得快一些 那你小心点啊 你怎么了 疼 疼 来 来 让我看看 不好 你怎么又流血了 知道 好 我能感觉到 每天都在和毒素坐斗车 他就这样 才能体内蔓延 生长 我好难守护 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可怎么办呢 你送这酒还真是好喝 有时候睡不着总要喝两杯 只要太太喜欢 我会经常送过来的 最近烦心事比较多 我还真是离不开这酒了 我知道汪局长办了一件糊涂事 冤枉了汪局厢房 不过我想他的本意是好的 为了梅济厢房能好 也是为了您好 而且 咱们梅济厢房 最近的生意确实比前好多了 用这种手段帮助梅济厢房 不做也罢 我知道我们梅济厢房的生意不如汪济 但我们也是勤勤恳恳做出来的 这种歪门邪道的事情少碰为好 省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还以为我们梅济在后面是什么手段呢 是 是 我知道汪大求是为了我好 但是事不能这么办 太太 乡房那儿我还有事 我就先过去了 嗯 你去吧 小玉把酒到了 好的 太太 你平时都喜欢喝什么茶啊 我对茶没有什么研究 来福给我泡什么茶 我就喝什么茶 不过汪家的茶都不错 所以啊 我也不怎么听 那以后我就给你多泡几种茶 看看你喜欢喝哪一种 这娶了媳妇啊 是真好 这娶了媳妇啊 是真好 凭嘴 来 夫人 辛苦了 你今天找牙白有新进展吗 看来还是没有什么新进展 不然 你晚上吃饭的时候 也不能没有什么胃口了 香爷爷跟我说 要通过气味去找牙白 可是我当时发现汪家沉香的时候 也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沉香被落给封住了 要不然我一进祠堂 肯定早就闻出它的味道 如果牙白也被落给封住了 味道很难扩散住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我没有你的鼻子 但是我从小就生活在那儿 大大小小的地方我都去过 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藏住牙白的 这一点 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 现在 做玉香是迫在眉睫 日本人那儿肯定有什么大阴谋 还有方姐姐那儿 他更需要我做的玉香 可是我现在连牙白的影子 都没有找到 真的是有点着急了 是吗 玉伦 不要那么着急 肯定会有头绪的 要不 你再去湘爷爷那儿问问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新的办法 好 一二三 好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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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搬走 是 你找谁啊 我 您不是梅济厢房的朱主氏吗 是是是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阿妩 是这样的 咱们是前前后后的邻居 平常呢 也很少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送货的人啊 吵吵闹闹的 怕影响到你们 心里呢也怪不好意思的 我带来了那个 梅济厢房的香 你们试试 您客气了 其实没什么 这街里街坊的 谁家没有个吵闹的时候 您里边坐 屋里请 好 来 来 下爷爷 您跟我说 要通过气味去寻找牙板 可是我到了废墟那儿 根本什么都闻不到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好 很快 我现在又要在废墟 你还在废墟 你还在废墟 我这废墟 你还在废墟 意想不到的地方吧 这 要想找到宝贝啊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我相信 香神是不会让 香都的百姓遭殃的 我也相信 香神一定会保佑你 早日找到那救命的哑白的 香爷爷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其他的办法 是呀 欲穷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你现在呀 离那宝贝就差几步了 你要靠近它 再靠近 香爷爷 我现在每天靠近的 只有石头 木炭和灰烬 记住我的话 天时 地利 人和 缺一不可 要是找到这个东西呀 都是需要某些机缘巧合的 记住了 更上一层楼 更下一层楼 下一层 下面 就在下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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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